一張張黑點圓相照 有人作者 有人站著 有人笑著 有人表情嚴肅 發現事件滿週年 攝影師李天賀舉辦回錄攝影展 記錄商有的生命故事 可以不要有那麼多偏見 放假輿論 大家只知道他們清楚 但並不知道之後的問題 之後他們復健的多辛苦 或者是說 直接把他復健的他們多久 李天賀的朋友也是傷者之一 透過朋友的介紹 後來共有24位商友 參與這次的攝影展 他們坦然面對鏡頭 讓李天賀感動萬分 因為要他們拍拖下壓力衣 讓我拍這樣的照片 其實要很大 也必須很坦白的面對自己 身上這麼多的傷痕部隊 其實我不把他們身上的發 當作真的是商友 而是人生的一部 李天賀找來好友阿諾 擔任策展人 讓更多人知道 他們其實在很努力的 想要讓自己跟一般人一樣 然後也想要過他們一般人的生活 表達出一個 他們很親切很勇敢的 面對這件事情 同時身為塗鴉藝術家的香敏珈 也創作一幅婚妻作品 掛在華山文創園區大門 雖然它是紅色的大象 但並沒有不同 不要用另外一樣的眼光 去看待另外一個 鄉承的事情 這樣弄得人 傷者勇敢面對鏡頭的自信 使得展場充滿感動的氛圍 我就覺得這個 就是一個很值得的活動 然後也自己覺得非常感動 這些照片也感受到他們的自信 李天賀也出版作品集 在展場販售 利用類似白報紙材質製成 他希望大家就像報紙一樣去翻閱 使用大張的紙 他希望觀看著自己與照片有互動 展場入處的牆上 寫滿了民眾為傷者加油打氣的祝福 希望為他們帶來正面的力量 記者 侯志穎 吳秋香 余孟娟 台北報導 哨中 福 點字幕 confined 點字幕 輸出